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下的金融种子 一百年前 他塑造了美国的崛起 今天 他是一张洒向世界的金融之王 这张王强大有脆弱 光明又黑了 这张王既能让经济加速 又能让经济窒息 他就是 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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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的尽头是三一教堂 教堂后面有一片墓地 一个叫亚历山大 哈密尔顿的人 选择了长眠于此 哈密尔街 华尔街 是这条街道上永远的路标 指引着华尔街 抵达了今天 在这条街上 有些人 的亚历山大 在这条街上 有些人 的亚历山大 的亚历山大 就是亚历山大 的亚历山大 是亚历山大 许多美国人和他们的移民祖先一样 把这种贴近土地 朴素而勤恳的生活 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一直携带到今天 今天的美国 绝大部分的土地 依然保持着这样的面貌 纽约的清晨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我每次来到这边都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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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来到博士街 我都会在博士街上 我应该在博士街上都会活着 在博士街上 艾伦今年51岁 在纽交所已经工作了33年 自2008年以来 艾伦和华尔街上的人 遭遇到了尴尬和质疑 幸运 有些人在这段时间的经济 有些人在这段时间里 在利曼和危险中学习的语言 我们还要回复 他们选择这些语言 我认为他们会做的 不只是在自己的危险 但在我们的国家 那是在生命中的 阿娜,那是什么呢? Cardie仍然是28-80 Cardie仍然是28-80 对 在华尔街人的印象中 华盛顿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密切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 也许现在的华尔街已经习惯了和政府保持距离 但是,的确他们曾经非常接近过 甚至于只隔一条马路 1789年4月30日 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就是在纽交所对面的联邦大厅里宣誓就职的 纽约成为了临时的首都 而这个崭新的国家 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破产了 在独立战争中 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总共留下了高达五千四百万美元的金融 这些债务挑战着新国家的品格和尊严 华盛顿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部下 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 这些农场主出身的开国元勋们 只能想到通过多印纸币来解决问题 汉密尔顿认为 如果用通货膨胀到严重贴货币 来偿还款债务 那些农场主出身的开国元勋们 只能想到通过多印纸币来解决问题 汉密尔顿认为 如果用通货膨胀到严重贴货币来偿还债务 那么这个已经一无所有的国家 还将永远失去国家信用 不能再借到钱 33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 开始筹谋一个计划 既然没有钱来还债 那么就把债务留下来 但是要不失掉信用 要体体面面地留下来 在美国金融博物馆里 记录了一句汉密尔顿 在24岁时说过的话 他在1781年里 如果它不太多 它会为我们国家的祝福 汉密尔顿的计划是这样的 财政部面对的是一文不值的货币 和五花八门的独立战争债券和借条 首先财政部发行新货币 手持旧货币的人可以按照票面价格 进行一比一的兑换 这样旧的货币推出了市场 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良好的新货币 之后政府开始发行新债券 而新债券只能用新币来购买 这样新币又回流到财政部 最后财政部用这笔钱 来回购在战争期间的所有债券和借条 至此旧账全部还清 政府用新债代替旧债 留住了国家的信用 这个计划被后人形象地称为旋转门计划 汉密尔顿需要推动旋转门的第一个力量 而华尔街正等待着与政府的第一次合作 华尔街上的经纪人 对财富有着最敏锐的嗅觉 虽然旋转门计划还没有被国会通过 但是经纪人们已经开始不动声色地 从各州购买旧货币 而收购的价格是票面价格的十分之一 华尔街将会全力移赋地 配合汉密尔顿的计划 只有这样 经纪人们低价囤积的旧货币 才能真正转变为巨大的财富 汉密尔顿是从残酷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强势人物 他对人性动落关火 汉密尔顿相信 人类有利己的天性 这种天性很难改变 但明智的立法者可以审慎地使之改道造福大众 绝大多数人 一方面有利己心 另一方面有同情心 设计一个制度的时候 你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的人 这是一种空想 汉密尔顿的旋转文计划 在国会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反对的力量 主要来自另一位开国元勋 托马斯杰肺勋 特朗普尔顿的国家 《当年初》 《中文的宣传》 《小学生》 《中文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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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斐逊来到费城独立厅对面的这间小旅馆 几天后宣言的第一稿就在这里完成了 他写道 人人生而平等 遭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因为他担心国家的信用与命运会被华尔街的疯狂所操弄 更让他警惕的是在汉密尔顿的计划中的一个细节 就是各州将不必自己偿还债务 而由联邦政府统一承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对等的 一直以来 美国的建国者们小心地防范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美国 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利 不是信赖 而是制约 为了控制好它 建国者们甚至在战争结束后 留下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就散了 大家跑回自己的家乡继续种田过日子 所以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挑战了以杰斐逊为首的一大批开过元勋们出发时的共识 反对者们跳过了现实的困境 来直接声讨汉密尔顿的计划 是一个危险的黄金拳套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 搁置了旋转门计划 却形成了美国的两大党派 今天人们熟悉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诞生 就源于两个人的矛盾 而政府的权力是否应该进入市场的讨论 也由此发端 延续到了二百多年后的今天 2009年10月 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的年会 在纽约召开 财政部长盖特纳的出现 再次引发了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讨论 现在政府有更多影响的业务 比起来 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下 你必须要让政府进入 做什么只政府可以做 你为您的第二大战争是规定吗 规定 我们不使用这些党的证划 但如果使用它们 说它是一战争的争论 而不是一战争的争论 而是一战争的争论 是一战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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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 不是与生俱来的 站在财政部大楼前的 韩米尔顿 看着这个国家 松松垮垮到了 随时都会散架的地步 联邦政府 就像一个模拟主权的装饰品 毫无秩序和效率 哈密尔顿 因为哈密尔顿 是一个比较真实的 他想要在真正的世界上 而杰弥尔顿 是说这个世界应该应该应该 所以我们会这样做 虽然人生的 不可能让这些事 在1787年 哈密尔顿作为主要的召集人之一 参加了制宪会议 这部宪法是脆弱的联邦政府拥有了力量 如果人类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如果是天使进行统治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这句话出自一本叫《联邦党人文集》的书 他从人性的弱点出发 论证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 以及权力的边界 《汉密尔顿》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视线会议召开的时候 托马斯·杰斐逊正在法国冲任公使 他目睹了法国大革命 认为欧洲的革命和流血 都是由于工业化带来的利益冲通造成的 他为自己的国家庆幸 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 他希望这片足够丰饶的土地 能够安抚住人性中不安的欲望 使美国人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而不是在追逐工业化的利益中 失去平静而优美的生活 《汉密尔顿》 Jefferson envisioned a world or a country full of yeoman farmers farmers who owned and worked their own land Hamilton decided that if America was going to be a strong country in the future it had to become a manufacturing country Hamilton saw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ming Which is why he favored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finance entrepreneurs, to finance factories He really didn't understand money He didn't understand how money worked He didn't understand how wealth was created And Hamilton did 纽约不是杰芬逊喜欢的地方 他所希望的美国是一个将由理性与美德来推动的国家 这种理想为野心勃勃的华尔街 埋伏下了一面坚固的道德围墙 1790年初夏 杰芬逊和汉密尔顿都住在华尔街上 汉密尔顿还在游说国会通过他的旋转门计划 而杰芬逊要尽早把美国的政治中心带离这里 两个同样焦虑 同样需要妥协与支持的开国元勋 托马斯·杰芬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终于在1790年6月20日坐在了一起 那是一次决定美国未来的谈话 一个月后 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在国会中得到了通过 1790年8月 联邦政府离开了纽约 从此华尔街和华盛顿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成长 开始了政府权力和金融势力之间的扶持和较量 现在每天行走在曼哈顿大街上的美国人 都会看到悬挂在墙上的一个电子显示器 他时时更新着美国的债务总额 2008年 美国国债进入10万亿美元时代 200多年来 这个国家的经济 跟随着这些巨大的债务数字 一路走到了世界的最前端 在这本200多年前的账册里 记录着汉密尔顿上任的四年内财政部的账 到1793年 这个国家共发行了6420万美元的新国债 足以还清全部就账 从债务到恩赐的故事 是被汉密尔顿这样完成的 他把债务变成了一种新的金融产品 投向华尔街 经纪人们使国债的价格不断攀升 1794年 美国的债券在欧洲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 从此 欧洲的资本开始飘扬过海 流入了这个年轻的国家 汉密尔顿发行的国债 启动了美国 也启动了华尔街 在华尔街上 总有人怀疑华盛顿的动机 政府是想解决危机 还是想利用危机 华尔街渴望有更多的机会 但危机似乎总是让这条街道 失去更多的自由 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6月 推出了金融监管新政 2010年7月21日 又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这一系列改革把美联储武装成了 一个权力空前的全能性监管者 一个最强大的中央银行 这一间国家独立公园里的仓库 曾经是美国的中央银行 汉密尔顿在1791年 创建了这家银行 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机构 和融资机构 来发新国债和国家货币 不过汉密尔顿创建的中央银行 立刻受到了杰菲逊 及其支持者的严厉之责 比旋转门计划更让他们无法容忍的是 政府权力开始直接向市场延伸 1842年 英国著名的作家迪更斯 开始了美国之行 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上床睡觉之前 我从住所的窗户向外张望 马路对面 有一栋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筑 呈现出一丝幽灵般的哀伤 第二天早晨起来 他的大门仍紧紧关闭 空气冰凉 迪更斯看到的 就是在汉密尔顿和杰菲逊的争论之下 最终被关闭的美国中央银行 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 华盛顿和华尔街渐行渐远 政府不再以任何形式管理市场 而在权力真空之下 华尔街的私人金融机构 却趁机独揽了美国的金融大权 对于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人们来说 即使是看到了铁轨断裂 蒸汽锅炉保障 两列火车相撞 或者更严重的事 也不能阻止他们 对于火车 这种崭新的力量的幻想与痴迷 失去了中央银行的美国 就像这些机动而失控的列车 虽然仍然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 但却成为了西方世界中 最自由 最不稳定的一个经济体 一些华尔街人认为 在美国有双重标准 一个是给华尔街的 另一个是给剩下的整个美国的 在美利坚合众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上 华尔街得到华盛顿信任的时间似乎并不多 1799年 一个叫威廉杜尔的人 死在了纽约的监狱里 留下了一张独立战争时期的借条 纽约州的农民 把两头奶牛借给了大陆军 而牵收的人 正是这个死去的囚犯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信任的战友 威廉杜尔 今天在华尔街上 威廉杜尔这个名字 更多的是和美利坚合众国的 第一次经济危机联系在了一起 当华尔街还是一条年轻 而粗糙的街道时 就被指责充斥着股票骗子和投机分子 1792年 一些关于纽约银行的谣言 出现在华尔街上 致使这家银行的股票大幅下跌 然后有人开始偷偷地大量买进 这个人就是威廉杜尔 谣言也是他散步的 要用你道德在华尔街的话 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华尔街就是吃你钱的地方 就是掠夺你财富的 而且很冠冕堂皇地掠夺你的财富 这世的威廉杜尔 是汉密尔顿的助理 他的行动源于一条内幕消息 中央银行将收购纽约银行 哈密尔顿将很快着手这个计划 而威廉杜尔要在此前 收购到足以控制纽约银行的股票 他疯狂地四处借钱 最后居然用承诺支付高额利息的方法 向城市里的小业主 车夫 园丁 女佣等普通民众集资 1792年3月 威廉杜尔再也支付不起承诺的利息 他的资金链终于断了 城市里聚集起可怜的投资者 他们咒骂威廉杜尔是个骗子 泡沫在欲望的挤压下终于破灭 恐惧第一次降临华尔街 从此每隔大约二十年 就会有类似的贪婪和绝望 在这里反复重现 1792年7月12日 杜尔尔的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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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尔尔尔的习近平 杜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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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一棵梧桐树下签订了一个协议 经纪人们庄严宣示 并承诺对外交易将收取佣金 彼此交易拥有优先权 1792年5月的梧桐树协议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早的自我管理 基本的交易规则开始逐渐形成 华尔街的经纪人们 建立起自我约束的证券行业协会 以自律的方式防止危机的发生 从而避免政府的干涉 自此以后 在华尔街的事业之外 华尔街开始了一个世纪的自我生长 1896年5月11日下午2点 摄影师威廉姆·赫斯 用一个叫摄影机的设备 第一次捕捉到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城市沿着汉密尔顿的目光 已经又向前走了一个世纪 它就要到达属于它自己的美国世纪了 就在美国经济一路狂飙突进之际 却有人想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时 不安到浑身颤抖 他就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1864年 林肯预言 终有一日 我们的财富将集中在个别人的手中 而那时 合众国也将走向灭亡 1900年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英国 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 这一年 美国证券总值约为600亿美元 是国民生产总值的3.2倍 以摩根为首的富豪们云集在华尔街 洛克菲勒 梅隆 卡奈基 他们实际上掌控了这个国家的金融权力 离纽约不远的哈特福德 是金融魔术师约翰皮尔彭特摩根出生的地方 摩根相信自己的团队会对国家资本市场 进行诚实与适当的管理 在20世纪初的美国 谁能成为担当这一切的力量呢 1901年华盛顿迎来了一个年轻而充满斗志的新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 他强烈地感觉到了 在华盛顿之外 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强大的权力高地 华尔街 罗斯福总统想把他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然而 华尔街是一个已经习惯了自由的市场 并拥有了自己的力量 摩根 华尔街上最有权势的人物 走进了罗斯福的办公室 摩根问道 政府在做决定之前 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华尔街呢 罗斯福说 事先对华尔街发出警告 是我们恰恰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摩根说 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 请派您的人和我的人会谈 他们可以修正 罗斯福说 我们不会那么做 我们不愿意修正错误 而是想结束错误 这是华尔街与华盛顿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政府似乎占据了上风 但是五年后 摩根所带领的华尔街 将在金融危机中证明 谁才是强者 今天 麦迪逊大道上的摩根图书馆 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摩根的曾孙 罗伯特先生说 摩根家族现在已经没有过去那么辉煌了 后代们从事着各种行业 凭借自己的能力而生存 他也从没有过要当银行家的想法 但是在这间曾祖福的办公室里 他还是会感觉到一种模糊不清 却浩瀚无边的力量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但是到一九零七年 美国人开始担忧养老 疾病和就业等问题 他们变得狂躁而焦虑 一九零七年中旬 股市开始暴跌 人们开始争着从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 一家信托公司总裁开墙自杀 倒闭和恐慌开始了 一九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财政部长从华盛顿来到摩根的图书馆 摩根告诉财长 立即注资两千五百万美元 以增加流动性 当储户能从银行取到钱的时候 恐慌就会散去 在这种危机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臣服于 这个当时全世界最有能力的银行家 尽管他已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要彻底结束这场危机 摩根还需要一大笔资金 而且要快 他把银行家们所在这间书房里讨论 自己在办公室里等待结果 这些银行家不愿借钱 给要倒闭的企业 可是见死不救 就会引起市场的恐慌 那将是一场无法挽救的金融扫乱 最后银行家们同意出2500万美元 去解救这场危机 摩根用个人的力量控制住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 使他没有长时间持续 也没有造成巨大损失 他是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 华尔街上另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强势人 他在1907年应对危机的措施 深远地影响着美国今天的金融体系 但是很快 美国人就为在他们的国家里 一个私人银行家拥有了如此大的权力 而感到害怕 1913年摩根去世 九个月后 美国国会立法 批准设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从此美国又有了中央银行 在此后的近一百年时间里 美联储在货币调控中所承担的职能 在一步步地转移和分化着经济权力 它为美国政府逐步授权 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监管者 这也持续引发着华尔街的忧虑和追问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那些人的力量 那些人 那些人 你完全是正常的 那些人 那些人 有付款的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么多人 那些人 那些人 那是 那些人 就能比较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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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努力 那是 这些人 就是 什么 这些人 是 这些人 政府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法律 但业务自身可以告诉你 什么是法律 什么是好业务的 什么是好业务的 第三任总统 而汉密尔顿则淡出了美国政坛 这年夏天 就在这条河上 汉密尔顿划着船 去对岸的新泽西州 参加一场决斗 在决斗前 他在日记里写下 将不会向对方开枪 结果对方的子弹 击中了他的胸膛 47岁的汉密尔顿 在第二天不治神亡 那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 也是最神秘的一场决斗 汉密尔顿的死 让整个纽约一片悲伤 今天的华尔街 是被汉密尔顿的理想 引渡过来的 汉密尔顿去世后的第五年 杰斐逊回到了 阿巴拉奇亚山脉中间的 一个弩庄 他一生对土地和劳作 充满敬意 1826年7月4日 这天是独立宣言发表 50周年的纪念日 就在这天 83岁的杰斐逊 静静地离开了 八年的总统生涯 微薄的薪水 使他早已入不敷出 他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在贫困中去世的总统 2008年以来 华盛顿和华尔街 就像一对 需要相互警惕的同行者 一起度过危机中的每一天 小心地寻找着 走出去的道路 2009年9月14日 这一天 是雷曼兄弟银行 倒闭一周年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 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 在华尔街 纽教所对面的联邦大厅 发表演讲 是非典型的联邦大厅 在这一天 有多两年代的 我们第一次的总统 就成立了 我们第一次的总统 是在这一天 日本最初的总统 是在此的 我们第一次的总统 是在这一天 一张债券 开扫了美国第一条人工运河 一只股票 贯通了美国铁路网 一场战争背后 隐藏着金融之手 一位资本巨人 掌控产业并购 19世纪华尔街 成就了美国的光荣与梦想 敬请收看华尔街第四集 镀金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